现在人都深深感觉到 生活的环境不好 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今生生活环境 都不能够静如人意 苦多落少啊 苦太多了 十之七八十苦啊 能有二三分之六就不错了 算是很幸福了 这苦从哪来的 殊不止 全是自作自受 不是别人给你 你自己天天在造吗 那你当然的天天都在说我 现前所受的 在佛家讲叫花宝 像植物一样先开花 来生是果报 来生是果报 如果我们现前的花不好 我们就知道来生的果 很可怕 现前的花好 花宝好 来生的果报一定好 那我们的认真就想一想 不想别人 想自己 我在这一生当中 这一天当中 这一个星期当中 只要想到这里 我是忧悲苦恼度 还是自在快乐度 你得想这两个问题 如果忧虑烦恼度 不是好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距离三途很近 走得很近 如果心地清净喜乐度 这个很好 你跟天堂走得很近 如果你每一天念佛的时间多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能够念十三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超过一半了 那我们就知道 你跟阿弥陀佛走得很近 你往生西方有指望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这是跟我们切身的关系 我们不认真学 不好好的学 将来怎么办 为自己 要夜心念佛 放下万人 要为苦难众生 那就要 集 古圣之绝 是如来之会命 这个功德太大了 这个功德太大了 感谢观看